海面上漂浮大量油渍 凶手就是这些废弃船只 生锈船底底气斑驳 数十艘退役货船 漂泊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 瓜纳巴拉湾 巴西海军表示 这艘200公尺长的货船 已在海湾抛锚超过六年 至今仍在等待法律诉讼 废弃船只塞港 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瓜纳巴拉湾曾经有大片红树林 如今生态逐渐衰退 就连里约热内卢的常驻居民 龟亚纳白海豚 海马和绿西龟等都大受威胁 调查发现去年不到40只海豚 留在海湾 远低于90年代的800只左右 腹市瓜纳巴拉湾 幽灵船只骨架持续腐烂 阻碍航线 生态圣地沦落成虎活目的 如何拆除废弃船只 还海洋生物一个安全的家 当局目前还在思考对策 海新闻落着性编译